好,就快要新年了,而正值国家清洁州清洁队业务也更为的繁忙 那么花莲县第一师子会感念清洁队对花莲市清运的默默耕耘辛劳付出 日前捐赠1万元加菜金给花莲市的清洁队 那么市长魏佳燕出席接受并且颁赠感谢状 感谢第一师子会的会员用行动来支持清洁队的弟兄 迎接农历新年,家家户户忙着大扫除 正值国家清洁州,清洁队业务也更为繁重 花莲县第一师子会感念清洁队对花莲市清运的默默耕耘付出 日前捐赠1万元加菜金给花莲市清洁队 由市长魏佳燕带为受赠,并颁赠感谢状 感谢第一师子会的会员伙伴用行动支持清洁队弟兄 因为我们师子会感念到我们清洁队 对花莲市的这个清运默默的耕耘跟付出是蛮备极辛劳的 而且这个服务市民的这个工作呢 也非常的辛苦,也做得非常成功 那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想我们会里面 王力都有这个兼证,这个慰问金 给这个辛劳的清洁队,来聊表一点的心意 让我们稍微表达我们师子会一点心意 那也可以表示我们对社会的一点公益的付出 除了我们前面有公司捐赠以外 那现在也来了我们的花莲市的第一师指挥 那我们国敦会会长后,那也捐赠了加菜金给我们所有清洁队 那我们也知道在年节其实清洁队非常的忙碌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社团 非常关心我们清洁队的一个状况 那也要再一次的感谢 那也希望说如果有捐赠或者是说 还是要加菜的部分 那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清洁队来联络 因为他们一般的工作其实真的非常的辛劳 那在这边也感谢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公司或是社团的一个协助跟帮忙 清洁队长吴庆展代表全体清洁队员表达感谢 并表示清洁队在小年夜和除夕当天 都会在上午9点半展开日间垃圾清运 年假期间也会安排值班人员清扫街道维护市容环境 大年初四会率先开工恢复日间清运 呼吁市民朋友若使资源回收分类减轻队员负担 再次感谢第一师指挥的感念回馈 让队员提前过好年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